在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之路上 中美俄无疑遥遥领先 歼20、F-22和F-35已经首先服役 俄罗斯的苏-57也在2019年底正式列装 除此之外 则是身居第二梯队的韩国、土耳其、印度和欧洲等国 他们几乎都有了完整的设计方案 甚至还展现了全尺寸的模型 距离首架原型机的诞生已为时不远 而就在人们对韩国的K-FX 土耳其的T-FX 印度的AMCA等各色五代机计划津津乐道之时 一款寂静了多年的异类隐身战机再度亮相 那就是伊朗的F-313战机 以修理国外飞机起家的伊朗航空工业 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去研发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亮相的五代机模型F-313 2013年2月2日 为纪念即将到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34周年 伊朗军方公开了一款代号 征服者F-313的国产战斗机 伊朗第六任总统内贾德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宣称 这一战斗机将躋身全球最先进行列 显现伊朗征服顶峰的决心 战斗机造的如何暂且不提 就凭这一番发言不得不说波斯的确很有骨气的民族 据说为研发F-313隐身战机 伊朗在战机设计方面积累了不少的成功经验 其中就不得不提到闪电战机 这是伊朗奠定在飞控等技术基础 从而确保其实际掌握了二代机相关技术能力 2007年伊朗改进美国F-5制造闪电战斗机 第一次验证了本国研制的双锤尾设计 从此次展出的F-313战机外形来看 闪电应该是为该机的锤尾设计做出了准备 从公布的照片来看 伊朗这款新型战斗机采用压式气动布局 单引擎双锤尾 逐一为末端下坠的后掠翼 尽管伊朗军事设计人员 努力通过将飞机漆黑 设置机身棱线 采取压式布局和假装一身融合等方式 让该机看起来显得很先进 不过实际上 该机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就停留在美国 还与伊朗保持军售关系的 20世纪70年代 F-313虽然设计了压式布局 但压役却不是全动的 其主要作用仍然是操控飞机的同时 为战机起飞时增加一些生力 从而达到缩短战机起飞距离的作用 这种布局在电船操控不发达的 上世纪60到70年代曾经一度流行 伊朗因为不具备独立开发电船操纵的能力 采用这种半吊子的压式布局 也在情理之中 F-313主义面积非常小 没有静翼 逐翼前缘也没有任何增生装置 压翼与逐翼几乎完全处于同一平面 这些特征意味着F-313的起降性能会非常差 逐翼面在末端处有一段下折 据说可以在高速时为F-313制造压缩生力 但这种设计不仅不利于隐形 还会带来额外的阻力 此外 F-313在近期道的设计上也不甚理想 近期道在机身的背部 不仅不具美感 大迎角状态下可能会无法近期 这也意味着此机没有大迎角的飞行能力 至于机动性和巡航速度嘛 大家可以猜猜看 更厉害的是 F-313的后列翼机翼很厚 加上单引擎的机身 几乎可以判断它肯定不具备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只有几个多面和两个负翼的简陋气动布局 也无法支持复杂的机动 加之该机采用了罕见的翼上进气布局 也没有诸如负面层分离系统 机身也没有运用面积率设计 高速飞行 只能是想想了 更重要的是 F-313的机头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即使勉强装上雷达 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再就是它的座舱内部十分简陋 廉价感十足 这暴露了伊朗在先进航电方面突破的难度 但舱更是无法奢望了 从细节上看 F-313的结构和做工十分的粗糙 座舱结构不合理 座舱盖不平整 且二者之间的衔接几乎难以实现气密 其落架单薄而细长 显示该机没有很重的机体 再加上几乎没有效果的一身融合 该机应该只是一架全尺寸的模型 距离是非还有极大的差距 尽管按照伊朗自己的说法 伊朗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四个造出五代机的国家 不过在军事专家眼里 征服着F-313战机的性能 其实并不容乐观 虽然飞上天空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不应该过多地指望 这款战斗机有实际的作战能力 更不应该奢望该机具有全球其他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的所有优点 2021年 伊朗国防部长宣称 销声匿迹的F-313隐形战机已经再度测试 不仅公布了该机的地面与空中飞行的画面 还声称 目前它已制造出不止一架样机 而且已经达到了武器投放的试验水平 这次出现的F-313 除了表面处理工艺提升了不少外 最大的变化 就是由首飞时的单发动机设计改为了双发设计 根据一致的消息 伊朗的发动机研制能力不超过F-5战斗机 G-85的水平 这可是50年代水平的窝喷发动机 军用推力只有15000牛级 加力推力也只有22000牛级 因此F-313必须不惜代价采用双发设计 虽然其设计缺点不少 不过也有让人眼前一亮之处 比如菱形的整流罩尾撑和埋入式尾盆口的设计 等效仿了美军的F-22战机 但却因此牺牲了推力 是其机动性不足的根源 至于说F-313的用途 在没有弹舱的情况下 它只有执行侦查任务时 才能够保持一定的隐形能力 没有雷达 即使有地面的引导 它也很难胜任截击使命 其最终定位 可能就是一种与F-117较为相似的战斗轰炸机 算得上是一种没有弹舱的F-117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F-313或许是一种亚音速隐身能力的攻击机 但与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相比 F-313的各项参数 都距离五代隐身战斗机太远 而F-313到底能不能实现伊朗预期的 具备全球其他最先进喷气战斗机 所有优点的实力 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本期关于伊朗F-313战机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可以浏览网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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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